在淳朴的德国农村住了十几年 一趟入布尔多 这个法国城市 就被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给陶醉了 仿佛走在一个五光十色的摄影棚里 少了一点真实感 而我最喜欢的是它附近的沙丘 在旅游淡季找个还开门的宿营地很费事 我们终于在距离布尔多12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一个家庭经营的宿营地 从这个宿营地坐公交车再转地铁 花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城 这样的宿营地位置也很紧俏 必须得提前打电话预约 进城以后要先去这个居院旁边 它有一个游客信息中心 在那里你可以要一份免费的地图 布尔多并不大 我们来看这个地图 绿色的部分是可以享受美食的餐饮区 黄色的部分一圈是五公里 包括了市区内所有重要的景点 这个就是特别出名的 那个大居院 可惜疫情期间也是关闭的 我们只能从外面看一看 到了法国 美食可不能辜负 法国的煎饼 口味是甜的 而这种像我们国内的油条一样的美食 是油炸食品 不过口感非常好 你盯了之后 它会给你现炸 中空的里面还可以加入巧克力酱 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 正是法国遭受新冠病毒第五次高峰袭击的时候 对这样一个旅游城市来说 街上的游客真是非常稀少 旅游团更是罕见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景点 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波尔多是位于加龙河的下游 它距离首都巴黎大概有500公里 是法国的艺术和历史之城 这一个美丽精致的旋转木马 会满足多少孩子的愿望啊 仔细看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旋转木马 它不仅是两层的 而在上方 还用波尔图的美景做装饰 旋转木马就搭建在城市最中心的地方 波尔多也因葡萄酒而出名 它被誉为是世界葡萄酒之都 在它的周边有九个葡萄酒产区 法国葡萄酒很出名 如果能安排去周边的酒庄看一看 应该是很不错 我们没去 就在这个市区里逛一逛 到处都是些古老的建筑 在大教堂的对面是市政厅 市长办公的地方 我也不认识法语 静止就走了进去 结果拐弯的时候 就发现有警察和枪实弹在把守着 然后他们很客气就告诉说 只在门口可以看一看 往里走就别进去了 走到河边就看到这些巍峨的建筑群 这里就是著名的交易所广场 在夏天的时候 他们会在这些台子上撒上水 然后就有一个镜像 很多人会跑到这里来拍照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年轻人 在这里划划板 这一条就是加龙河 这条河是法国的五大河流之一 在波尔多段平均的宽度在300米以上 而且因为距离入海口比较近 甚至还有潮汐的现象发生 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人拿着面包在威海欧 我们又驾车来到了离这并不远的一片沙丘 这里是欧洲最美最高最大的一片海边的沙丘 非常的美丽 而且游人非常少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难忘的时光 你一个人知道吗 你最美的hos 这条河流之一 最美的鱼 我不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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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你